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来研究一下 很多人开车的时候 习惯并不是那么的好 比如说下坡的时候 你很有可能打到一个特殊的档位 或者是说一档直接开到底 另外还有很多观众朋友们 在路边停车的时候 你也许会直接把方向盘打到死 打到死以后 直接路边停车 方向盘打到死的话 对于你的引擎 或者是车子上面的耗损会不会很多 那我们今天要好好来讨论一下 您这些坏习惯也许应该要改一改 不然的话您的车子的寿命 也许会减少非常多的一个寿命 我们赶快邀请一下 我们今天特别爱宾 第一位是我们的汽车网站的老板 董事长庞德 庞董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另外还有我们的乃哥乃总 欢迎你 大家好 好 另外我们专业师车手 Andy老爹 Andy老爹你好 好 另外也是汽车改装的老板 我们的达人卢正义 正义你好 大家好 另外大师级的人物出现 来 南港高高气修科的主任 来 我们欢迎一下廖主任 大家好 大家好 廖主任 今天 有沒有您的学生在这边 没有 但是我相信在汽车业界里面的话 您的学生应该很多 对 所以你待会要好好帮我们来解惑一下 刚刚有特别提到了 就是说到底哪一些坏习惯的话 对于您的车子伤害非常的多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然后第一个 来 坏习惯到底 大家坏习惯应该还不少吧 来 第一个呢 就是我刚刚有特别讲到 就是直接打到一个档位以后呢 直接开到底 然后不管上坡 下坡 或者是 还有红灯 我们上次有讨论过红灯 有一些都直接踩煞车啊 也不换嘛 都不换 然后呢 这样子是不是容易 造成引擎的一个影响 那这个一般的爱车组 他们是怎么说的 他说驾驶如果偷来 或者是不习惯换挡的话呢 车辆出现车速与转速 不匹配的一个抖动的时候呢 还是维持一样的挡位不变的话呢 会造成低挡高速 会使得我们的引擎负荷增大 而且会造成它的损害 对还是错 好 我相信这个说明的话呢 比较像是那个手排车 过去的那个手排车 那现在的话 很多人使用的是这个自排 自排大部分很多人跟我一样 搞不好就直接打到低挡 管它上坡下坡 就直接低挡一路到底 对 所以大家都觉得 对于引擎的损坏会非常的大 来 庞德 对 因为他这个写说1档 1档就是我们以前手排概念 1234的1 那你1档如果说你速度越来越快 你都不进到2档的话 转速就会很高很高 引擎声音很大 这样很大 所以如果是指那个1档开到底的话 其实不要说损伤 可能开一开引擎过热 都烧掉都有可能 只是刚才清学提到说 先党都开自排嘛 自排的话可能是变成说 D档 ABCD的D Drive D档从楼到尾开的话 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尤其我们可能想到说 以前爸爸不是想说 下山的时候要拉到D档位 其实以现在的科技 包括煞车散热都很好 你就算没有往下拉到 引擎煞车的话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甚至现在更新的车子 它侦测到你车子是下坡的 你速度是有维持 但是油门是轻 它至少你在下坡了 你只要这个时候 稍微有点一下煞车的话 在D档 它甚至变速下自动帮你退档 它自动帮你做那一个 你传统帮往下拉的 那个退档的动作 所以现在变速下车很聪明的 如果你是电子自动排档的话 用D档从头开到尾 对任何部件都不会有什么损伤 那Andy老爹 如果是上坡的时候 我还是用在D档的时候 有时候他也是 说实在 你如果怕一些 不烈 你要是踩到D档 它还是不烈的话 那要不要换档啊 这个... 还是说还是一样 我D档也无所谓 如果能够爬上去就算了 其实要看情况 就是如果说你是上坡 比如说现在上坡 比如说你上阳明山 那个速度大概是比如说5 60 那时候你可能 你用D档变速箱可能是在 比如说5档 6档 你这样开一定没力嘛 那如果说你在踩油门的时候 你发现说 你需要更好的一个加速力道 那你当然就是 像刚刚旁德哥讲的 就是比如说你可能 从D打到比如说L 或者从4打到3 那首排的话 那首排就是从4 比如说3退2 这一样的 所以就是其实这个重点是在说 你在什么情况下 要用适合的档位 那可是有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不要拉高 就是我们希望引擎不要长时间 是维持在5 6千转的 这个转速是因为怕引擎会过热 那过热就会造成里面的基建 包含它的机油 它的油膜 很多部分都会造成损伤 所以重点是这个 可是下坡呢 你说是不是要用一档开 老实说我的建议 通常下坡比如说时速也是5 60 建议是用二档 因为你一档已经差不多在6千转了 你那时候基本上 其实一档也很难开啦 你那潜引力太大了 建议是用二档 然后呢 虽然说我觉得现在的 这几年的车款 刹车性能都不错 可是基本上 你如果说从文化大学 要溜一个溜到外双溪 那还是至少有2公里吧 你这样... 对 这样子还是会很伤是不是 我觉得还是会过热 对 所以我是建议说 你在下坡的时候 还是建议用低档位 低档位 然后将转速控制在 差不多3 4千转 因为基本上3 4千转 就会有一定的牵引力 会让你的速度慢下 所以刚旁的哥哥讲 比如说像我 我现在是开1999年的BMW 比如说我下大直桥就好了 我一下去 然后那个档位 你就会很明显听到说 那个他就退一个档 甚至退两个 自动帮你退 自动帮你退 所以你放在低档位的话 他还是一样 他会自己帮你退 对... 然后只要一滑到平地 他又自动升档 那他自己退的话 对于引擎是不是 就没有什么影响 其实不会 在那个情况下 我就说其实基本上 你不要在速度慢的时候 把你的转速维持在五六千 就不会了 好 来 那个主任是不是真的这样子 如果说一般的 现在我们的自排车的话 我其实低档位的话 就不要管它没有关系 对于引擎来讲的话 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好 谢谢主持人 我在这边 大概我们做一点分析 一点分类 我们有分成手排车跟自排车 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市场上看到的 自排车的话 它又有分 就是叫做CVT的 叫做手自排的 还有这个DSG的 叫做自手排的 那这些不同的变速箱的形式 它在操作过程里面 其实它的用法也会不大一样 可是我们一般的消费者 不太了解 那刚才我们的问题是说 我如果是手排的车子 手排变速箱的话 我放在一档那绝对是故障的 这个不用 无庸置疑 这个不用讨论了 那我们的一单自动变速箱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做判定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 它会有变化 就是说有坡到上坡下坡 有剧烈变化的时候的话 我们变速箱要有办法 跟上它的这个反应 那原则上我们 就各位来宾所提到的 大概都是正确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自动变速箱 它在做的时候 电脑设计的相当的精准 所以的话 原则上它都会跟着 这个去做变化 车速 转速 齿轮比 都会去做反应 没有问题 但是我会比较有疑虑的 就是我们这种 CVT的这种自动变速箱 因为CVT的自动变速箱 它是无段式的 无段式的这种自动变速箱 它在下坡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你下坡 驾驶人如果不觉得 因为它速度会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的话 它会随着你的这个转速 而一直去换档 换到比较轻的这个档位 那这个时候会加速你的这个 这个引擎的速度 也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下 我们的引擎刹车 几乎是完全没有作用的 如果是传统式的自动变速箱 那是有作用的 它会去做调整 可是如果是CVT的话 危险性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CVT旁边 都还有一个加减号 所以我会建议说 我们这个 如果你的车子 所变速箱是使用CVT的系统 那么我们就用加减号 去做控制 然后把它降到 二档或三档左右 然后按照你实际的 车速状况去做调整 那我如果把它 这个调到三档的话 这个时候 它的车速会锁在三档 不会再增加 但是如果说我速度放慢 它会自动降档 因为你如果在三档 在高档位 高档位的话 如果车速太慢的话 引擎会熄火 所以那个时候 它就会自动往下降 但它不会再往上降 可是有些CVT 它是没有加减档 因为CVT 通常你讲加减是要模拟 比如说模拟六速 模拟七速 有些CVT是没有的 比如说像Nissan的New Central 它就只有油门跟刹车 排檔桿就是只有低 就低没 没有啦 那这时候怎么办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说它电脑本身的层次 它就要去设计 像现在比较新的CVT 我们都知道 有那种双BE也开始使用 之前Bosswagen也有用过CVT 那时候他们也是用电脑 它会自动升速 车速跟转速 它如果觉得不匹配的时候 它会自动去升档 那刚刚讲到像Sendro 它有一个 还是有一个加力档的概念 就是说它在D的下面 可能会有DS或者叫DL 它也是大概是会放大部分的动力 也就是所谓的增加引擎刹车 所以但是它没有办法像主任说的 这个加减档的那个控制更精准 它可能就只有两段的控制 一般情况之下的话 开D档的话是OK 但是你在上下坡的时候 最好还是 如果有其他的档位的话 还是要退到其他档位 好 这是第一个题目 那这个会造成您的 这个引擎的耗损 所以如果这个 剧烈的一个波度变化的话 还是要跟着换一下这个档位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第二题的话呢 方向盘长时间 打死的话 长时间 这时间是不是 待会我们也可以研究一下 到底那个所谓的长时间是怎样 会伤害到一压棒譜 对还是不对 大家都一样举圈 我们来看一下 主任是差 主任你是差 主任你是差 好 来 我们待会 我们待会再问一下主任 经常在原地这个转向 或者是将方向盘 长时间打死的话呢 一压棒譜将承受比 正常状况之下 高出数倍的一个负荷 会减少棒譜的一个寿命 来 庞德 你刚刚是举圈 我圈圈圈 对 其实在讲这个图之前 我们可以想 我们今天如果在静止的时候 你方向盘打喇打 打到底 你会发现那个方向器 声音有点不太一样 打到底会 你再拉回来 又没了 但拉到底又 那嗯就表示过压 那overload 那我们大概先看一下 这个方向器作动 基本是这样子 我们这边转 转之后这根柱子 就会转动这边有一个齿轮 如果是没有动力辅助的话 就直接靠你手的力量 去转动齿轮 左右移动的时候 就让你轮胎可以做转向 那这个动力方向器就是说 这个邦布引擎启动的时候 驱动它 它持续打一个压力 当你今天驾驶人转动 我们就往右转的时候呢 它这个压力 就会透过阀门 开必须辅助向右转 那个力量 这里面是油压缸 就把这个油压 倒向左边 往右边推就右转 相反呢 如果你往左转的时候 它的阀门就会开启 把油压倒向右边 往左边推 那你今天推推推推推 推到底的时候呢 其实油压阀基本还是开的 压力是持续来的 但是你到底不能再往下打了 等于说压力又去 然后你又不让它再前进就顶在那里 那这个压力都吃在哪里 就吃在这一条高压的油管 所以台湾的方向机的耗损率 是欧美的大概三倍到五倍以上 因为我们用过度很多很多的这一种 转向停车 转弯很多 尤其如果你在加上这种错误动作的话 你可能耗损这欧美的十倍以上 因为我们常看到这一个高压油管漏油 方向机漏油 就是因为很多这一种压力释放不出去 释放不出去就是漏油嘛 正义 因为你经常在做改装车 是不是像那个庞德所讲的这样子 就是很多的一个车主的话 这部分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对 因为一般我们现在很多车主 因为台湾的交通状况也比较繁忙 所以你今天要找个停车位 或者你路边停车的时候 很多人习惯 会把方向板整个都打死掉 那屁股进去了 然后再另外一边又打死了 再掉头 那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有一些技巧的 也是不能犯这样的错误 因为就像讲 但是你那时候停车的时候 你其实你打到底 其实也没多久的时间耶 要不然是一分钟 就给你抹一支了 打底要把它放回 对啊 你就赶快再放 对啊 你不可能是一直停在那边啊 对 但是你在打方向盘 其实还是有方法 就像刚刚庞德讲的一样 还是说你打方向盘的时候 都不要打到底啊 最好不要把它打到底 有时候当然没办法避免的时候 你必须要用 还有包括你在过弯回转的时候 你方向盘很多人喜欢 一样把它打死 对 油门又大脚补下去 对 那这样很伤这个放弯机 还有传动轴的部分 尤其是那个车子 那个回转半径比较 比较大一点那种 对 因为这种情况 过去以后你要打到 一定都把它打到底 像我们在赛车场 是最常碰到的 经常不管你今天的动力辅助 是属于机械式的或电子式的 很多人开开开 就是没有power 完全没办法转向 那这个都是 因为在场地里面 你过度的激烈的操架 还有很多高速的弯道 还有很多很死的弯道 你就必须用到这个方向盘 跟方向机的受力很多 包含有很多喜欢玩的朋友 还喜欢玩甩尾的 他们经常去甩尾一直绕一绕一绕 方向盘打一个角度 就在那边再绕圈 再甩尾 方向机Bump的寿命来讲 都会简短的 那个卢大哥这一个给你 你赶一下 怎么打得正确 譬如说 当然今天我们在赛道 都转不超过一圈 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而已 不像我们路上说 转了还要接 转了好几圈 再来转 那正常的话 我们尽量在转向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换手的 是不换手的 是不换手的 也就是说 比如说你要过一个弯 偷懒的人可能说 我一次打得多一点 我可能两次就过了 但是如果说你比较不偷懒 我三次再过 每次我角度就不用这么大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有些他每次要打到 他两次就要过 你正常打到三次 人家说你的技术很慢 没有 我觉得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有很多女性驾驶 她们那个动力方向盘 很轻的时候 有一些辅助太大 很容易打过头 很容易打过头 所以她就常常 都听到那个 一声才知道 不能再打了 不然她还想继续打 有时候其实那个 方向盘 好像是调整的过多的时候 反而回不来 你知道吗 直接会来不及回来 因为现在新车都越做越轻了 要好车要好迈 好轻 好好开 所以现在车的方向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 有一个我自己的习惯 我只要我车子 我要打方向盘的时候 尤其在停车速度慢的时候 我车只要不动 我绝对不动方向盘 不转 我要转 我车一定是至少维持 一点点的移动 轮胎要滚动 你要完全静止的时候 转一方面方向机的 这个势力很大 第二个呢 其实轮胎也是单边磨损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 不要原地打方向盘 不要原地打方向盘 因为比如说我现在 我现在是禁止 我现在假设是禁止 我们现在从车库好了 我们假设今天一大早 车库停车 然后我要去上班之前 好 那我要出去车库的时候 要转出去嘛 那怎么要做 对 那如果是要出车库 这很简单 你就是往前走 就慢慢往左边打 我现在想说 如果是你要转比较小的 比较小回转 我现在要回转 我就停在这 我就打到底 油温才踩 马上就转过去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在你转的时候 就是上车子 上方向机 上轮胎 不能停下来转 对 但是我一定不会叫 反正我知道我要回转 对不对 我车子一走 我赶快打 但是我车至少是走的 而不是说 尽数只有一公里或两公里 但是它至少是动的 对 我就是说轮子 先打好弯才走 是边走再边打 这样就比较不会失礼 好 这应该是同样一个问题 刚刚我讲那个车库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是 车子先打好方向 就是让它先动 禁止先打 禁止先打 这个是错的 这会伤到哪 比如伤到轮胎 还是伤到引擎 还是伤到你的 主要是伤方向机 主要是伤方向机 但对轮胎也是不好 等于都磨这一片嘛 不平均嘛 因为你在原地这样磨嘛 对 但主要还是伤方向机 好 来 我们这个题目回过来了 就是长时间打死的话 会伤液压棒普 那个我们的主任 唯一打差的 解释一下吧 这样子讲好像都还满有道理 为什么你觉得说 应该是不会是不是 因为我们这个题目 它的这个标示 是设定在方向机 那个叫做抑压棒普 抑压棒 那事实上 它会伤害的是整个 整个转向系统 那我们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如果说抑压棒普 马上就损坏 基本上是不会的 因为我们都有 高压的卸压装置 即便是现在的 这个电动马达式的 这个方向机的话 它也都会有 这个overload 那个电流过大的 这个保护装置 所以它基本上 不会有立即的这个损坏 那我们一般说 超过10秒钟左右 就说我方向盘打到底 打到死 那么我们尽量避免 超过10秒钟 那这个是大概 我们在学理上面 一般在探讨 所以我刚刚讲 那个一分钟其实是over了 对 一分钟over了 大概10秒钟左右 就希望你不要这样做了 那所以刚才庞德先生 讲到说 我们打到底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方向盘有时候会抖动的 那应该损坏的 会比较大的 应该是那个 那个叫做抑压管 高压管 高压管 高压油管 高压油管 就是刚刚他讲这个 对 这是bunk 高压油管 因为我们高压管的材质 我们国产车 其实我们讲 就是说它的材料 可能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所以一般会漏油 卸油的话 会从油管开始 所以都是高压管 对 高压管 低压管比较不会 低压管比较不会 因为低压管是回油 所以的话我们要讨论 这个题目的话 当然我们是避免怎么样 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如果这样子打的话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会容易损坏 对 但是 一压bump的话 没有到那么的 立即性的 那么快的损坏 除非的话频率相当高 频率相当高 那我们一般损坏的顺序 应该都是 油管会比那个bump 还要更快 更快损坏 更快产生漏油 那我们那个漏油的界定 不是说要漏到油滴下来 叫漏油 你只要看到 那个油管表面 它是湿湿的 我们就 就称它已经是漏油了 如果以一般 原厂车厂的话 它的保固品 大概你只要是表面是湿的 我们就可以申请保固了 对 刚才卢拉斯说 赛车厂上 或一件没有 我想应该就是爆管 对 爆管 你说那个管 爆管 爆管 瞬间就没了 或者它的电子的bump 产生故障 对 过热了 就是你在赛道上 其实你的 因为我们常常在转方向盘 然后有时候你可能要闪车 就是你发向盘使用得比较凶 而且又快速 那再来就是因为过热 这种状况的话 在你们那个赛车跑道上 经常会见到 常见的 常见的 好 来 这是第二个题目 就是你开车的时候 不要打死 发向盘 好 另外第三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相信也很多人这样子 尤其现在夏天 大家都是开着空调 然后空调呢 你要熄火的时候呢 空调也没有关 就直接熄火 反正就一起都关掉了 然后启动的时候呢 当然它那个空调呢 也就一起启动了 如果这个开车的时候呢 开空调启动的话呢 容易損伤引擎 对 还是不对 那我们刚才讲说 我觉得它不会伤引擎 刚才各位专家讲的都没有错 但是会损伤比较大的 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每次洗车不是 它都会噴那个吗 轮胎清洁剂 然後就会用冲的嘛 用那个海绵擦一下 用水冲 发现其中两轮开始那个 就是银色的框开始掉漆 而且越掉越多